我們先說一下這個公開信 它大概提了哪些訴求 它的標題叫做躺平清零什麼等等 所以大概它的這個引爆點 就這一次上海封城封得太慘了 這些企業家受不了了 它提的訴求有幾個 是專門針對防疫時期的 它說在防疫防控時期 有很多違法亂紀 然後這個罔顧民意的 各級政府跟基層官員 要嚴懲他們 第二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濫用權力濫捕濫抓的 執法跟司法人員 然後這個公監法的隊伍 嚴懲他們 這第二點 第三 對於在這個疫情期間 為民發聲捍衛個人權益 而遭受政治迫害司法迫害的公民 要不要釋放他們跟平反他們 第三點 第四點 近年來 這三個是專門針對疫情時候 然後就把題目擴大了 近年來有人質強案 這個國王穿新衣 然後再來孫大午案 孫大午是一個很有名的企業家 民營企業家 非常成功 這累積了這個從農業起家 然後從這個畜牧起家 累積了數百億的資產之後 突然間一系之間 說什麼循序鬧事啊什麼的 然後把他們整個公司關掉抓下去 結果幾百億的資產 最後是二十幾億賣掉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就差不多是 差不多十五到十六分之一的價錢買走 而且買走的好像是一個 幾天還是幾個月內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就把他買走了 簡單說就是明目張膽地 循序知識 公開打擊民營企業家 然後侵吞資產的一個案子 簡單說就是這回事 所以這邊就提議說 是不是平反任志強案 孫大萬 等企業家的冤假錯案 然後追回他的損失 再來是釋放進行 你剛剛提到了 釋放 平反 良心犯 思想犯 政治犯 然後進行政治改革 最後一點是確立私有財產權 這些話聽起來 比較像是企業家說的話 但是我們得問一個問題 這個這片東西出來之後 它的目的究竟是反習呢 還是反共 它是有個層次的問題的 現在看起來就是 它的對象並不明朗 只是針對在封城期間 出了一些違法亂計事情 我提了幾點 但是話風一轉就要去提 人治強案跟孫大午案 人治強案跟習近平關係比較大 孫大午案 我們就說不清楚 跟誰的關係比較大 但至少地方官員責任很大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地方人在吃財產的 那良心犯 思想犯 政治犯 那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私有產權就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所以剛才我們提醒各位 我們要看的第一點就是 它究竟是反習呢還是反共 如果只是反習的話 那你說這是反習派推出的新的一招 但是有沒有可能就是 根本人家看見了問題的核心 其實不在於習近平一個人 而在於整個體制 這就回到我們另外的話題 整件事情走到今天 其實大家在問 改革開放它的問題的核心 究竟在哪裡 當初為什麼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簡單的講 就是共產主義走不下去了 我們得開門 得改選更張 好 改革開放幾年之後 當時的總理叫趙紫陽 趙紫陽最後看見 我們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他明白的跟胡耀邦 跟鄧小平講 如果我們這個經濟改革走到這裡 不去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的話 經濟改革永遠走不下去 永遠會停到哪裡 所以核心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剛才那幾點 我認為這個公開性 還沒有講到 核心的問題看起來 第一點是如何約束公權力 反面的意思就是 人民的權力怎麼樣子 如何可以得到保障 但說到白了 在中國大陸的社會裡面 公權力的真正的核心 在於黨的權力 也就是如何約束共產黨 其實改革開放幾次年來 大家看得最明白一點就是 當共產黨管得越少的時候 社會越進步 經濟越發達 共產黨開始管的時候 經濟開始後退 社會開始沉淪 現在就是這麼一個局面 所以清零到最後我們看見 就是政治力量進來 把一切都停下來 他說上海沒有封城 上海只是按一個暫停鍵 好 誰按的暫停鍵 這隻手是誰 這隻手簡單說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竟然按了暫停鍵 完了之後他說我沒按 是居委會案的 居委會是誰 居委會是老百姓居民自發組成的 所以上海人說那我封了 這兩個月來是我們自己 把自己封在家裡面 自己給自己做核商搞了兩個月 你說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這隻手呢 你如果不看清楚這隻手的角色 我們經常講 如果不看見共產黨的角色 你永遠沒有辦法認清楚問題的本質 為什麼我們反覆跟大家講 其實核心在共產黨 在共產黨的思維 國進民退封城清零 我們都曉得經濟必然要萎縮 所以你的這個風控跟經濟發展開放 你這平衡點你得拿捏 每個國家都有通常的困難 我們看到這兩三年來 大家都碰到我們到底關到什麼程度 關得多經濟一定死 然後你經濟要開放完 那可能就要感染 所以大家在這邊去抓平衡點 台灣也在抓平衡點 問題是大陸當他相信說 這個風控比較重要抓緊的時候 經濟就抓死了 那今天看見只是 風控了兩個月的上海 大家有人開始反彈罷了 所以講到下一個問題就是 當在這種情況下 人民權力受到公權力侵害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救濟 而這救濟是不是公平 所以說了是不是還是黨的問題 那有人會告訴我們 極權體制有效率 對 但是效率是我們最高的價值 跟最高標準嗎 對 我們到大陸去 大家說我一年就蓋一條高鐵 非常有效率 台灣20年那個土地還沒炒完 對 我們沒有效率 那問題是那個高鐵蓋下來之後 真的對經濟發展有幫助嗎 然後高鐵在建的過程當中 環平 水土保持 古蹟保持 乃至老百姓 民生各方面 是不是都得到照顧了 我們講的叫做Paretto Optimum 這個太學術了 我用比較簡單話來說 就是我們在做政策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最大限度的 促進最多人的福利 而對人造成最小的傷害 這是我們在追求的目標 極權政治有效率 但是是不是達到剛才那個標準 所以民主政治問的是 公權力我們當然要有 但是公權力在這跟老百姓權之間 如何取得一個協調點 一個平衡點 這算是我們關切的 這封信我們看見的就是 當封城封過頭之後 人心開始覺醒 馬克思講過很有趣的話 中產階級打破舊社會的條條框框 所以中產階級在歷史上 是有進步意義的 這句話我相信共產黨人都非常清楚 今天這封信就回應了 一兩百年前馬克思說的這句話 所以你們要面對的是真正放棄權力 把國家帶上一個富強康樂大道 還是一條道走到黑 你想想馬克思這句話 應該很能發言人生性 是 那沙伯律師 我是大體很同意 您老師的分析 這一次我先講一些 那些比較事實方面的事情 上海解封了 但是上海人不能講解封 只能講上海回來了 那你想想看 那是居委會的事嗎 還是共產黨的事 那個金手指是共產黨按下去 還是居委會按下去 可見嘛對不對 所謂躺平清零 不公不封產 那個不復產 靜觀二十大 這是上海企業家 在5月31號說的 這個從正面來看 當然是天下苦勤久矣 那現在大家都有心聲出來 那剛剛明老師講到七大訴求 其中一個很重要訴求 是講到政治體制改革 還政於民 重新制定憲法 重新制定憲法 開放黨禁報禁 而且還有廢除戶籍 特權階級 還有那些腐敗的制度 所以這個地方好像耳目一新 因為你看到 從武漢封城到上海封城 一直以來 都很少人講到這個點子上 大家覺得說 講良心犯 思想犯 政治犯 確立私有財產 私人財產 財產是永久的產權 是家庭最後堡壘 講到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像 我們看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 一些基本的核心價值 就好像 中國人是不是覺醒了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的看法是從兩面看 第一個是 這個性裡面的一些心聲 的確表達了某一些中國人的想法 OK 另外一個是這些人 想講這句話 是背後是反習還是反共的問題 是二十大之前權力鬥爭的一員 還是一個真心的 要跟民間來看 我比較傾向後者 而不是說這個是公民社會的 一個主法運動 理由是有幾個的 第一個署名是上海部分企業家 跟投資人沒有屬真名 我們做節目 還有很多的那些人 都起碼有自己的筆名 或者真名在那個地方去披露 但這個完全沒有名字 這個也算了 但是第二個 靜觀二十大 你把整個標題 不是在於躺平清零 富共不豐的出產 是為人權來爭取 而是靜觀二十大 這牽涉到中共的權力爭取 如果說你涉及到 中共的權力內鬥的話 你是公民社會 根本是不管這個事情的 是你真心的把你自己的訴求 講出來 這個靜觀二十大這個標題 是非常可疑 第三個 他整個文章沒有罵習近平 沒有罵中央政府 他罵什麼 感謝上海這屆政府 讓我們徹底慶行過來 那用反話來講 上海這些政府是誰主導的 李強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反李強 那第四個 他是說 但念同胞生計 不罷工不罷事 不大規模裁員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運動的話 要公民不合作 公民康民的話 你不罷工罷事 不去號召大家來去奮起 去抗爭 那這個地方行嗎 痛嗎 那另外一個地方 他的對象寫給誰 全國各地企業家跟投資人 全國高校學人 社會各界精英跟廣大工商業人士 所以看得到 這一次不僅是有一股勢力 想拉攏什麼習派反習派的鬥爭 而是想跳出這個框框 進入到整個中國社會裡面 希望你看看 那個一個一個都有標準的 剛剛七大訴求裡面 基層官員 司法司法的人員 譴責他們 但是對立面就有被迫害的公民 跟被迫害的企業家 是把這些基層官員跟執法司法那些人員 跟這個企業家跟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 然後拉一大堆真的是有良知 有良心有熱血的人 貼在這個上面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等於說 拿一個標杆吸引大家來在旁邊 如果他真心在這樣做的話 我相信他一定會告訴大家說 你爭取的訴求是什麼 而且你要怎麼樣去推動一些社會行動 來實現這個訴求 我覺得公民的運動都是這樣子來打的 但現在似乎沒有到那個地方 但不管如何 這個的確反映得到上海人 還有中國人的這些心聲 很多人都是用躺平的角度 用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去透露他們的心聲 但是這些人的確有一個宣洩口給大家 我相信如果只是反習不反共 到老一場空 我常常講了很多遍 那如果說反共的話 一定要認識清楚 整個體制如果只是用躺平 用復共不復產這些小的動作來做 而不處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問題 對於那個人權自由民主的一個剝削的問題 是很嚴重 最近有一個國外的調查說 問中國人 覺得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多少個 也是非常的訝異的 有80%的人認為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可見覺醒是需要更大力度來推動 我覺得說只有當中國人真的是awakened 真的是覺醒 了解說現在共產黨 是一個他一定要擺脫掉的一個暴力的政權 那才能夠有明天 有光輝的明天 一封信當然是一個 講的內容本身無可非議 但如果說他別有用心 要這樣做法也是非常難 大家看到習近平最近 也有一些比較擴權的一個做法 在香港呢 他是把新疆武警部隊的總參謀長 彭靖安調任成為解放軍駐港部的司令 而且北部戰區的政治工作部的副主任 那個賴如鑫也是調任成香港解放軍的那個政治委員 那還有很多的調任 比方說那個開訓的動員令 就沒有提到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 他是講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示 這樣的方法人就說你不講習 直接講黨中央是不是習有一些失事的問題 我就講說千萬不要這麼快下這個結論 因為這個地方非常多的暗流在那邊流 所以這個信就算是習派的 還是反習派的來露出來的一個方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說清楚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一定是反習的力量 寫一封這樣的信 詭證的東西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的快下結論 但這一封信我自己看起來 的確反映了很多上海人民的心聲 也中國人的心聲也在裡面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要行動 一定要勇敢 常常兩句話我說的 自由的代價就是持久和永恆的警惕 而且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氣 那當你有勇氣付出的時候 真的有系統的有方法的 有章法的做事情的時候 人家是看得到的 一封這樣的信有個頭 之後就鬆開來了 沒有任何的部署 下一步又怎麼走 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的社會運動 只是一個文宣 文宣所謂何事 這個是引人猜測 希望大家不要對於 曾三美喪失信心 但是要做的話 要好好把這個覺醒 跟策略做起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 我們